疫情持续消退,法国放松防疫限制 从2月28日起,法国防疫限制进一步松动 在那些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证才能进入的封闭场所内,民众不必再戴口罩 不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超市和企业内部都仍需戴口罩 法国政府解释松动防疫限制的理由是,新冠确诊人数和住院人数持续下降 当天,马克龙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也做出更换,新换的相片不再戴口罩 这也表明新冠疫情不再是他的工作重点,当前的药物成了乌克兰危机 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证才能进入的场所内,不再必须戴口罩 这意味着在电影院、剧场、博物馆、咖啡馆和餐馆内,民众可以摘下口罩 体育馆和健身房内也不用再戴口罩 但进入这些场所前,民众必须出示疫苗通行证 至于公共汽车、地铁、火车和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民众仍需戴口罩 进超市买东西,在企业内上班,去医院和医疗养老院也都仍要戴口罩 从当天起还有一个变化,接种疫苗的人如果确定和新冠病人有接触 不再需要像此前那样做三次检测,只需在两天后做一次检测 不管是自我检测,还是核糖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都可以 如果自我检测结果为阳性,必须做核糖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确认 如果确认结果为阳性,仍需自我隔离7天 隔离5天后如果48小时内没有症状,检测成阴性,就可以提前结束隔离 如果有症状,结果成阳性,接下来两天还需隔离 但满7天后无需再做检测 小学防疫规定也有松动 B区上周开学后,A区学校也结束假期重新开学 学校防疫措施降到两级,学生可以在课间休息时摘掉口罩 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 或在食堂内可以在一起更为密切地聚集 但在室内,6岁以上的学生都要戴口罩 如果学生接触新冠病人,只需在两天后自我检测一次 如果结果阴性,就可以返校上课 卫生部长韦朗当天再次表示,如果疫情消退持续下去的话 考虑3月中旬取消疫苗通行证 他说对几个星期后生活恢复正常持六关态度 通货膨胀,混合动力车充电比加油更费钱 近几年来,法国政府为了鼓励人们购买电动车 实行给购买者提供大额补贴的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入手了电动车 但一些人购买了电动车后,却遇到种种问题 2021年4月,瓦勒德瓦兹弗两康维尔市的居民克里斯蒂安 买了一辆电动汽车 不到一年后,他发现给自己的汽车充电比加油更贵 据他说,自2月11日以来,充电费用上涨了50% 他从市政厅获悉,由于电价上涨 充电运营商也修改了电价 在慢速充电时,周一至周六上午8点至20点为1.50欧元 周一至周六20点至8点和周日为0.75欧元 在快速充电时,这两种价格都会翻倍 因此,在2月7日之前,充电3小时10分钟的费用为3.25欧元 但在一周后的2月18日,同等情况下却要花费4.88欧元 克里斯蒂安说,当然,大家的电费都涨了 如果只是涨了20%,我什么也不会说 但这涨得也太夸张了 克里斯蒂安当初花了32000欧元购入了这辆汽车 由于他经常开车出行 所以他选择了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他算了一笔账,我的车每100公里耗汽油6升 按每升1.70欧元来算 每100公里大约花费10欧元油钱 而一次完整的充电,要花费4.5欧元 但只能开40公里 也就是说花5欧元充电,但根本开不了50公里 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安还吐槽了另外几个充电问题 在夜间充电时,即使电已经充满了 但只要汽车接通电源,那么整个晚上都要收费 现在,他不得不在半夜爬起来 出去把车挪开,以避免整夜收费 第一次放入行方